欢迎来到404大案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11月2日 北京头条官方微博账户发布的一则名为 造成2700余人被临时管控 北京已确诊病例被刑事立案侦查的新闻 这则新闻提到 北京一位女士刘某某违反防疫规定 在被通知居家隔离后 人前往超市购物 并多次到餐厅网吧与朋友聚餐聚会 在刘某某确诊之后 关联病例已达7B 2700余人被采取疫情临时管控措施 目前北京警方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对刘某某依法刑事立案侦查 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但从官方新闻的叙述来看 这名不愿意居家隔离的刘女士 大概率是一名无症状感染者 而严厉追究其刑事责任 则被认为是一种以尽效尤 除了发布新闻 北京头条还开启了名为 北京一女子至2700余人 被临时管控的微博话题 将矛头指向这名女士 并试图进行道德列污 对此 有网友批评到 想给人挂牌游街示众呗 还有网友说 现在防疫真的还是防疫吗 真把人民内部矛盾玩到极致了 除了以上留言外 在这条新闻的评论区 意外出现了一条冲塔评论 引起了不少网门的致敬与转发 一位ID为毕达哥拉斯的远房新奇的用户 防写原话题评论到 引号 北京一男子 至14亿人受长期管控 北京一男子所指为谁 不言而喻 这条评论也因此迅速被网民转发至热门 不过 有网友很快意识到 这一勇敢发言的后果 已提前开始举办赛博葬礼 推特网友 Lasley记录下了微博用户 毕达哥拉斯的远房新奇账号 最后的模样 但目前 这位冲塔者的账号名称 毕达哥拉斯的远房新奇 已无法在微博上检索到 疑似已遭到封号 就在几天前 现任新浪微博CEO王高飞 网名为来去之间 对于微博的封禁政策无此解释 他说 微博自己的社区公约的处罚上限 也是禁言 只有在国家法律法规授权范围内 才会封禁招号 在该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后 北京头条官微 已将原微博的评论功能全部关闭 并将此前的两个话题 北京一女子至2700余人 被临时管控 贫固一病例 违规外出被立案调查 扯下 这位微博用户的冲塔行为 直接导致北京头条不得已全面禁拼 在枪外平台上 有许多网民对这位冲塔者表达了敬意 同时响应这一讽刺批评 认为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 将中国人的生活全面绑架 另有网民反馈 在微博使用北京一男子进行评论 会被炸号 一名网友问道 那个男子是不是姓习 一位网友说 北京一男子已加入敏感词套餐 另一位网友曾评论道 中国北京一男子小心咬 还有网友说 他说的确实没毛病啊 14亿人被一个人玩弄的团团转 中国数字时代CDT致力于记录和传播 中国波雷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平台下我们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 请签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